NBA还有12天就要正式开赛了,季前赛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,而很多球队都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部分实力。 近日,曾经作为乔丹竞敌的雷吉米勒,也在节目中预测了自己心目中的西部几后赛球队名单。雷吉米勒认为勇士队、火箭队、爵士队、雷霆队、绝金队、胡忍队、马斯队和独行侠队都可以进入季后赛,而他们的排名也按上面的一次排列。 米勒曾经在步行者队是乔丹最重要的对手之一,而他也是被乔丹击败了,终身无贯。 虽然他在球场上是一个悲情英雄,但是退役之后,他成为了电视直播解说员,他的专业度很高,所以解说的比赛也是非常受欢迎。 只是,他目前预测的西部季后赛名单,确实有些出乎意料,绝金队的排位是不是太靠前了,而独行侠队显然是没有实力进入季后赛的。 勇士队目前拥有库里、汤普森、杜兰特、格林、考辛斯和伊哥达拉等球员,勇士队的球队阵容非常强大,并且非常合理。 他们上赛季已经成功未免,新赛季他们即将冲击三联冠,而他们上赛季虽然没有成为联盟第一,甚至不是西部第一,但是新赛季只要他们保持健康。 只要勇士队想要成为第一,他们几乎可以是守到勤来,火箭队上赛季就是联盟第一,而他们新赛季虽然走了阿里扎、巴默特,还交易走了安德森,但是他们得到了安东尼、奈特、恩尼斯、麦卡威等一系列球员。 有人认为火箭队的实力比上赛季提升很大,但是火箭队名宿麦的确并不看好火箭队,无论如何,火箭队都依然是勇士队最大的对手之一。 爵士队虽然上赛季完成了重建,在海沃德离队之后,他们马上确定了米切尔的领袖地位,加上戈贝尔、英格尔斯等球员的发挥。 爵士队上赛季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赛季,所以米勒认为爵士队新赛季可以进入前三,而雷霆队拥有威少、乔治和亚当斯,排在第四也应该的。 绝今队新赛季拥有约基奇、穆雷、哈里斯和米尔萨普等,实力不凡,但是排在第五的位置似乎偏高了。 胡人队拥有詹姆斯,就是季后赛球队,马次队虽然少了罗纳德、吉诺比利和帕克,但是阿尔德里奇和德罗赛,也可以带队进入季后赛,而独行侠队拥有董谢奇、巴恩斯、小乔丹、还有诺维茨基、米勒看好他们进入季后赛。 这个预测里面,有几支球队的预测或许会出错,首先局势队不太可能排在第三,太靠前了,其次,绝今队也不可能排在第五,也太靠前了,而独行侠队连进入季后赛的机会可能都可以,灰熊队、快船队、森林郎队和提胡队,可能都比他们强,尤其是提胡队,最有希望进入季后赛,你觉得雷吉米勒的预测准确吗? 文海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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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